因為這幾年 智能手機很普及 手機、平板、耳膀就是在成年人用 現在差不多任何年齡 三至三幾歲的小朋友 都可能有一部智能手機 上網好學就好 我們現在叫做低頭軸 長期是這樣 其實對第一眼已經不太好 另外的背液可能是脊椎的承托 脊椎的承托 背部肌肉 通常這些 玩的時候 學習的時候 很專心 不覺得有問題 但當他學習完幾個小時之後 可能會覺得很疲倦 甚至有些腰酸背痛的感覺 都不出奇的 所以一般如果都是建議 例如看10至20分鐘 休息一下 可能一些簡單 在家裡都做到的 拉筋運動 舒展運動 其實都適當的 不要說小朋友 打人 其實都可以適合的 做一會兒這些拉筋運動 不單止針對低頭軸 下指拉筋的油韻性 或者平衡性 其實都有幫助 好看 嗯 嗯 感谢观看